一名长发披肩的女子 因为在银行提款机前徘徊 并反复抽插卡片 引起警方怀疑向前盘查 原来这名谢信女车所 在社群媒体抖音 与一名男网友交往 对方向她表示 因为经商需汇款到香港 被爱冲婚头的谢信女子 不但提供自己的账户 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家住小琉球的她 更为爱南北奔波 12月28号到高雄提领百万张款 交给第二层收款车手 紧接着搭车北上 到内湖某家银行提款时 被内湖警方查获 本所原警于日前执行巡逻情务 见一女子在银行外徘徊 且持续操作手机 随后即进入银行操作ATM 操作间不断插退卡 且左顾右盼 原警及上前盘查该女子 巡据该女子公称 于社群上结识一名男性网友 该男性网友称自己有投资需求 为自己账户无法使用 该女子便提供自己账户供其使用 并在日前帮助其提领百万余元的账款 而今日更依指示北上提领账款 为该账户稍早移招警示 异常行为引起巡逻远警注意 及上前盘查 警方表示这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恋爱扎期手法 骗取感情后让对方成为第一线的车手提款 警方已经将全案一涉嫌诈其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 移送地检署侦办 警方也呼吁民众 网络交友要小心 不要轻易提供账户功能使用 以免沦为诈骗集团车手而慈善官司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